經過國際賽賽期後 Fantasy又回來了 先恭喜Pantaki Tucker成為體育聯賽八月民主 今週Fantasy主題只有兩個字 C浪作為球王 標價全遊戲最貴的12.5都不過份 大家想的相信都是用 Wildcard 還是扣分他回來 看回官方數據 已經有超過50萬玩家用了 Wildcard 所以我們體一隊都抱著實驗精神 用 Wildcard 入世朗 二次開季三列勝 所以今次換人都換了三個熱詞人進來 包括玩將羅里斯 助襲利古朗 還有已經交了兩次助攻的貝雲正 因為斯朗加盟 必費就成為被拋售最多的球員 我們都不例外 隨之換了曼城的費蘭托利斯 另外入了諾域市的班頓威廉斯和基摩亞 他們兩位大會借將一定有得踢 而且不貴 隨時有驚喜 最後提一句 有開巴西角的玩家 可能要留意下 最後用不需要停賽 不過現在還未顯示是要的 禮拜六夜晚六點前 記得Safe 我們下週再見